这里头有一个key event 有一个action id 所以既然有action id 肯定就有它action的这样一个类型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要了解它也很容易 我们可以试着去打一下log 大家看 我在学习过程中很多时候 我当然是紧跟着官网来的 但很多时候我遇到一个新的概念的时候 实际上我都不会去官网 我都是先猜 猜然后去验证 我的想法 最后去官网再一看 这样有印象更加深刻 就这行吗 看一下 这是它继承的方法 收下action id 所以 看一下里头那个接口 主要是看这里面的那个接口 接口在哪里 就un-edit action 这个action id实际上就是它的指定 当你回车键被按下来的时候 它会被调用 看到没有 当你回车键被按下来的时候 它会调用 那么它会去看当前的这样一个动作行为 它到底是移动到下一个焦点呢 或者还是其他的 这个我们平时用的非常少 IME的一个option 实际上就用在IME这个option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 很多时候这个可能它的这个动作 是跟我们的输入方法有关的 我们现在就先不去管它 先不去管它 大家下来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方法 那么我所理解的这个action 这个edit action 就是什么呢 它按了回车键 它是离开了这个焦点 还是启动了一个输入法 我所理解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我还是启动一下模拟器 这样的最多的就是按了回车之后 它冲行了 这也不起焦 嗯 又挂行了 起焦的话 得把焦点点到别的地方 但是也可以让它起焦啊 像我做过的一些应用 我就是问什么 它就这样的去提焦 嗯 所以就是一按了回车过后 它是继续下一行 还是按了回车过后 它提焦了 它这个当前那个焦点就失去了 甚至于有的时候按了回车之后 弹出一个新的输入法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爱情 但是总的来说 我们的这个item text 跟事件相关内容 我们用的并不太多 电脑风险好大呀 回事要坏了吧 苹果也搞定非呀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I am in now 默认的时候就是打个零嘛 对吧 这刚刚我们看帮助 它也提示了 就是每次你在回车的时候 它所触发的 所触发的这样一个状态 OK 好 那这块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深究了 item text的内容就这些 重点在于 大家要把它去实现的比较漂亮 就可以了 比较漂亮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autocomplete的textview 那这个其实蛮容易去理解的 就是自动完成 对不对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搜索引擎上面 包括我们在这儿用的时候 我们输入一个内容 adapter 大家看 出来这么多内容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叫自动完成 这个就叫自动完成的一些内容 我们想象一下 要实现这个东西 怎么去实现呢 肯定也跟我们数据集有关 但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点像一个下拉框啊 对吧 或者说这肯定是一个view 是一个view 然后让我们来进行选择 这里有很多数据 就数据集的这个绑定的这个内容 我们继续看一下 我们的resource的hello helloview里头有没有相关内容 再有个 hold complete 这是它的一个实现效果 学一下它是怎么用的 他说先建立一个xml 这个就是什么 每一行的 就跟我们昨天讲spinner一样 是每一行的这个的布局 atom的这样一个布局 就很容易去理解它 然后这是它的主布局文件 里头放这样一个空间 有什么特殊的属性吗 没有 对不对 因为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这个内继承关系 还记得我们 edit text吧 edit text里头有一个属性 就叫什么ort ort editor相关的 而我们的这个组件 又是继承用idea text 我们想一下 如果要去实现 我们可不可以猜一下 我们可以下来 是不是可以自己去实现 这样的一个组件 它实际上就继承用 我们的idea text 所以在这里没有做什么 特殊的属性的设置 那么在create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结果用到了一个什么 用到了一个数据绑定 又是我们set adapter 对不对 又用到了一个我们set adapter 就这样一个内容 这是它的一个国家的列表 这实际上就是数字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后这个地方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这个数据 就跟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既可以动态的 去生成我们的数据集 也可以从xml里面去获取 对不对 OK 看了这个组件 没有什么难度 没有什么难度 那我们就来玩一下 同样的我在layout里面 在我们这个空间下面 放上一个 放上一个 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们昨天用的 自动完成 看字 autocomplete text view 它为什么不叫 autocomplete edit text 这样更形象一些 我本人觉得 我们看一下它属性 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还有没有 相对我们ideout text 有没有增加 什么特殊的属性 还真的有一些 complete hint 就是完成 完成的那个hint hint view 还有dropdown selector dropdown selector dropdown就是我们下来的那一块 下来的那一块 那么dropdown selector 我们就猜想 是什么呢 是我们下拉的那一块的 它的那个选择器 这个选择器 我们之前也定义过 就是放上去的这些效果 对吧 还是有一些内容 那么通过这些内容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干嘛呢 可以去更改 它的这个完成输入框 以及它的下拉赛单的那个样式 对吧 实际上这些内容 其实你要清楚了 它里面的代码实现 大家下来去自己去看原码 要清楚它这个代码实现 我不需要这个 我们自己都可以去改它的样式 好 我在这里 我就先不用这些了 我们还是按照它标准的方式 来实现一下 因为它重点是在于数据绑定 它其实就是一个IBIO text 是有一个绑定数据集的 这么一个IBIO text 这个比较有意思 这个我们就不要了 Show auto-complete text you OK 或者它这样的一个值 获取到这个空间了之后呢 还是按照我们昨天的几个步骤 第一步是干嘛 建立数据源 对吧 第二步是什么呢 建立Adapter 并且绑定数据源 第三步就是绑定我们的UI OK 那我们先建立一个数据源 无非就是定义一个Stream 它既然叫Country 我们就Copy一下 省一下事 我就靠这段就行 靠那么多 没有 靠完了 重点是要签一签一签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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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样子 OK 这就是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数据机 那么这个建立好了之后 我们就要去建立一个数据源 建立一个 我们昨天是不是有个最简单的 就是用AerrorAdapter 里面是Stream 又一个AerrorAdapter 传入Contact 然后 传入 传入它的这个 它就是 我们显示的那个Edit的 那一项的Layout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可以用 我们自己昨天定义好的 我们看我们昨天好像有一个定义好的 看一下 有一个这个 但是它有两个TextView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偷偷懒 我们想写 我们昨天Spanner 其实还有系统级的 我们用一下系统级的试一下 前面看一下 这就有一个 简单的 DropDown Atom 其实很多都可以用了 只要你保证它的那个TextView 保证它的TextView的名字 为Text1或者Text2就可以了 我们就用这个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通用 我也拿不准 好 最后绑定 就是SetAdapter 好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没有准备用 没有准备用 所以大家看它这些例子其实写的都是蛮清晰的 对不对 都写的很清晰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在里面输点东西 看一下效果 因为有这个输入法 这个去掉 直接输 还没掉用 这个我们拆一下 如果我们要用它 让它这儿改一下的话 出去起来 不是这个字 是不是改一下那个Hint就可以了 对吧 大家看到没有 上面这个 它就直接匹配到 OK有一个China 有一个China 那么我们再删两个 就多了一个Chair Chair 又多了一个 看我们说A开头的吧 不要这个输法 这个输法挠火 A开头的 就不会有两个字 我们才开始配 啊对 AM嘛 Amica 看来 AB呢 C码这个总有 这个不 Canada什么的 然后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自动完成 我们选中Canada 然后回车 OK就上来了 这个很简单 这个当然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定义你的这个Edit Edit的这个Layout 我直接偷一下蓝用的系统吧 那么如果我还可以再偷一下蓝会怎么样的 我偷蓝 既然反正都是偷蓝就多尝试一下吧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我偷蓝会